张合社区发展协会 日前在社区关怀据点 邀请厨艺老师指导长辈们制作馒头 而这一天要做的是比较特殊的红麴馒头 理事长张信生表示 学员都很高兴学习到红麴馒头的制作方法 因为这非常养生 又可以把记忆带回家 让家庭中每个成员分享 也要再感谢我们红石智慧 这个洛林 已经给我们赞助红皮 今天的课程就是我们红麴馒头 今天是一个很养生的食品 我们学员都在红石智慧的职业之下 都很高兴 尤其每一次红皮课程 大家都精精乐道 他们学到的这些技巧 都可以当于发扬 所以每一次 说到红皮就很高兴 每周拜到拜五 我都很希望这里要四大 都来这里参加 学习烘焙课程的 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长辈 在制作上是否有不同的教法 指导老师张秀莲认为 长辈都累积了基本厨艺技巧 反而在制作过程 会加入自己的巧思与创意 其实长辈们在这个年纪 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厨艺的基础 所以在教学上面 其实第一个他们很有兴趣 做不一样的东西 第二个他可以用他原先 比如说他可能曾经做过柜 他会去揉揉捏的部分 那只要跟他讲比例 做一次之后 其实他们很快就可以上手 甚至有时候他们会发挥 不一样的巧思 做出不同的造型来这样 社区长者许贵非常喜欢来上烘焙课程 学习加了红曲的两色馒头之后 会教导自己的女儿 这种感觉十分温馨 我今天来参加我们社区的热铃活动 有这两色馒头 感觉说很趣 也不适合 来学会看 觉得学会 如果学会的时候 回来也可以跟女孩 或是媳妇 大家在家可以来做饭 大家同乐一个家庭 感觉说更迷茫 张河社区关怀据点 这一天是充满了馒头的香气 每个长辈都喜欢来到据点 各个高兴地学习 也吃得健康外 更让家庭更添温馨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